深蹲膝蓋內夾會造成膝蓋疼痛與不舒服 並提高前十字韌帶、失戀、咖劍術、症候群等受傷風險 但是透過有效使用臀肌與維持良好的足弓 就能讓你維持良好的動作模式與身體排練 進而降低受傷風險 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怎麼 避免在深蹲的時候膝蓋往內夾 我們經常看到許多會員與學生在深蹲的時候 都會出現膝蓋往內夾的情況 甚至有的人會因此而感到不舒服與疼痛 膝蓋往內夾要叫做膝外翻 指的是我們在做很多的動作 像是深蹲 分腿蹲 跳躍 甚至是在走路的時候 大腿往內、小腿相對往外造成膝蓋在腳尖內側的一種失痕狀況 這時候你的雙腳看起來就像一個X一樣 最簡單檢查自己是不是有膝蓋內夾的方式 就是看看自己膝蓋上的病骨 在做動作的時候有沒有對齊自己的第二、第三腳趾 尤其是在做有垂直性負重或是有高衝擊性的動作的時候 像是深蹲以及跳躍落地的瞬間 如果在這些情況沒有維持病骨對齊第二、第三腳趾或是重複性的讓膝蓋往內扣 就會容易導致膝蓋疼痛並增加前十字韌帶撕裂 及卡進術症偶群等受傷風險 而會造成膝蓋內夾的原因 除了相關的疾病如 後褒病或是先天性構造所造成的情況以外 髖關節、懷關節甚至是核心 都有可能會造成膝蓋向內夾的情況發生 其中最常見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臀肌無力 尤其是臀中肌 在臀肌無力的情況下 不管我們是站姿、走路或者是在深蹲的時候 都會因為臀肌沒有能力做出很好的外轉與外展 而導致骨骨過度的內轉與內收 造成膝蓋往內與膝蓋的不舒服 同時因為膝蓋往內也會造成 破肌膜髒肌縮短 影響身體螺旋線的髒力與上半身的排列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試著用RNT的方式 也就是藉由外在阻力 去啟動我們的臀中肌與臀大肌 我們可以透過一條彈力帶 將彈力帶綁在容易出現 膝蓋內夾的那隻腳上去做深蹲 這時候你的大腿會因為 彈力帶阻力的關係而被帶到 呈現骨骨內旋膝蓋內夾的姿勢 所以現在你在做深蹲的時候 你就必須強迫你自己做出 窗外轉與窗外展的動作 來抵抗彈力帶的阻力 一直來練習臀中肌與臀大肌的啟動 而當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完成二至三組的訓練後 再把彈力帶拆掉 挑戰在沒有外在阻力的方式 是否還能維持膝蓋對齊第二第三腳趾 第二個容易造成深蹲 膝蓋往內夾的原因就是 足弓塌陷 許多人在走路或是做訓練的時候 並沒有去在意自己腳底肌肉的使用 進而造成足弓塌陷 並連帶影響膝蓋往內扣 而且在長期足弓塌陷的情況下 也容易引發 拇指外翻與足弓塌陷筋膜炎 導致腳底疼痛 有足弓塌陷的人可以先用按摩球 放鬆自己的足弓筋膜 放鬆完以後可以做半規制的足弓運動 透過在半規制的姿勢下 保持足底三連包括大拇指指球 小拇指指球 以及腳跟 確實貼在地面 並讓身體往後 並往外側移動 藉此讓身體感受足弓被撐起的感覺 接著再將身體往前往內 把足弓完全壓扁 感覺足弓完全塌陷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建立大腦 對於足弓塌陷與足弓撐起的本體感覺 這樣在後續做深蹲的時候 你就能更容易做出足弓撐起的動作 進而讓病骨對齊第二第三腳趾 很多學生會問我們說 為什麼我在做深蹲的時候 感覺不到臀部的出力 這時候我們會做調整式 先啟動它的臀肌 或者是帶它做 向上的深蹲 去練習髖關節啟動 然後進一步去提升它臀部上的感受 那關於更多的內容 我們會在特別拍攝另外一集 跟大家進一步詳細的介紹 所以想要避免深蹲膝蓋往內夾的情況出現的話 除了注意自己平常走路的時候 會不會膝蓋內夾足弓撻現以外 也可以在深蹲或是其他下肢訓練前 放鬆自己的足底筋膜 並透過將膝蓋帶綁在大腿的方式作為軟身 這樣就更能夠幫助你避免出現膝蓋內夾的情況 不過如果你的膝蓋內夾同時伴隨著疼痛的話 記得要先去找無理治療師諮詢 除了膝蓋內夾以外 你還有觀察到你的深蹲有出現哪些情況嗎 A 足弓塌陷 B 身體外斜 C 骨盆翻轉 D 重心不穩 E 其他 有人告訴我們你的答案吧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怎樣避免在深蹲的時候 出現膝蓋內夾 還沒訂閱我們的人 也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你可以用每個月100塊的方式支持我們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做出更多的支持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